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异常处理的这个语法这个规则 语法的规则 五个关键字 第一个呢 try语句不能单独存在 就是试一试 你不能单独存在 你必须要有和这个catch补获 对吧 或者是呢 跟finally组成 try catch finally 这三个一起用 对吧 或者是try catch 或者是try finally 三种结构 catch语句呢 可以有一个或者是多个 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举例子了 是吧 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 或者是你写在一起 也可以 finally呢 语句 当你写的时候 注意看 他们大小之间的这个在一起写的话 它有这个包含关系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finally语句呢 最多一个 try catch finally 这三个关键字均不能单独使用 对吧 不能单独使用 好 try catch finally 三个代码块中的变量的作用域 分别是独立而不能相互访问的 就是说 你在这个 try 里面定义的变量 你当然不能在翻译里面用了 是不是 因为它是有大括号的这个范围在那儿了 有没有吧 所以你说 大括号就是它的作用于范围 只要这个变量在哪个括号里面 它就只能在哪个括号里面使用 对不对 多个catch的时候呢 下部训练句会匹配其中一个异常类或其子类 就执行这个catch 而不会再执行别的catch 它只会执行一个 匹配了 它就执行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写这个顺序的时候 多个catch的时候 大家最好也是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小往大的写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finally 写一个这个catch里面 最后写一个exception 那你最好呢 最后写exception 你不能一开始写exception 然后后面写子类 那这个子类永远都执行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往下匹配的话 每一个exception它都匹配嘛 所以你说后面那个子类能匹配的话 它就匹配不到了 对吧 就叫代码不可达 就是这个代码永远都执行不到 是吧 这个意思 所以得从这个小了 从这个子类往负类 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写 这是它的语法的一个结构啊 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 加瓦语言中说已经提供了很多异常类了 注意啊 很多异常类 我们来看一下 API文档 我们看我们的异常类有多少啊 但是现在呢 大家可能不用去 不用直接去这个记啊 可能记现在也是记不住 对吧 现在记不住 这只是一部分 对吧 你看已知的直接记成exception的一个子类啊 一个子类 这些都是是吧 都是它这个直接子类 你不用每一个这样去记 学到哪个的时候呢 它自然而然你就知道哪个异常了 没有了吗 比如说你学到IO的时候 你肯定就知道这个IO这个异常 你学到这个 比如说类型转换 你看这个class note form 这个类没找到 是吧 类没找到的异常 我们可能前面已经见过这个啊 还有这个什么class case 类型转换的异常 对吧 你可能 你学到某一部分 这是用到一个异常 你就可以能把它记住 OK 这不可能一下前把它先记一遍啊 那么在我们实际项目卡中呢 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自己的异常类 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么可以通过记成exception类 或者是已有的异常类的方式 完成一个自定义异常的操作 像自定义异常类呢 我们说异常类 它就是一种类型的区分 是吧 类型的一个区别 类型 什么叫类型的区别啊 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异常作用就是从一个语意上去区分 去区分你这个是什么错误 什么样一个错误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效果 对吧 真实的效果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看 自定义异常 嗯 我们打开这个 exlips里面啊 好 假如说 我自定义一个异常类 叫my exception 可以吧 my exception ok 那就看你继承哪个类了 继承什么就是什么嘛 我们说这个这个假话当中对吧 你可以啊 随意 只要继承一个这个异常类就行了啊 那你可以继承exception 可以吧 嗯 对不对 exception类 好 你可以继承那这个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它就从一个语意上 什么叫语意啊 就是它没有实际的这个这个作用 但是呢 从这个这个意义上给大家一个划分 是吧 从意义上给大家划分 只能离得到这儿啊 语意这两个词啊 ok 比如说 我们用这个my exception来实现这个叫exception 我只是说这是我的异常或者说我的项目的里面的一个异常 比如说我未来项目叫什么什么名字 是不是 叫什么名字 我项目就叫my 那以后见到这个my exception的意思说 哎 我就知道啊 这个异常肯定是我这个这个系统内部抛出的异常 是不是 系统内部抛出就这样做一个语意的区分嘛 就不属于系统自带的异常 是属于我这边的一个异常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用自定异常在实现什么呢 实现逻辑性的错误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 你看 当我们这个异常出现了错误了 你看 当这个 这个条件满足我抛出异常的时候 我需要有返回值吗 是不需要有返回值的 看到没有 我还需要有返回值 因为这都错了 我还返回什么值 是不是 就不需要返回值了 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 我抛出异常的时候是不需要返回值的 这个时候知道吧 不需要去返回一个东西 好 那么就基降一个条件 假如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实现一个自定义的异常 我们就叫做 private 对吧 然后呢 我可以用这个叫 public my exception 里边是我们要 我给他传进来一个消息的信息是吧 消息的信息 我直接呢 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这个super 对吧 你可以用super 你用super super给他传的话 他就传到哪里去了 就传到这个exception里边去了 对吧 对 就给你传到这个地方 里边去了 这地方 你看 嗯 我这边打开有点问题啊 好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message 是吧 你看他调用的是super里面的 message 又是调用他的勾动方法 就slover里面的勾动方法 对吧 F3 你看里面是实际上存的是谁啊 存的就是这个消息的这个类型 消息的类型 实际上就是这个叫detail message 是吧 你看传过的话 这个detail message 就是这个错误信息的一个描述是吧 对 错误信息的描述好 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好 那我们也可以呢 这个变量你也可以不定义啊 你可以 也可以不用定义 或者呢你直接把这个message 也可以给他拿过来对吧 你可以给他拿过来 然后呢还记得我们之前写过这个tools 可以吧 嗯 这是我自定义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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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 一个异常 那么通常我们有时候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利用这个异常啊 来做一些其他的逻辑性的这个错误 不是真的这个这种业务的一个错误 嗯 是吧 比如说除以0是系统定义的了 对吧 系统定义的 比如说我说 在程序当中出现用密码错误 这是错误吗 这可能不是错误 这是匹配不对而已 是吧 逻辑性不对而已 是吧 那我把这种逻辑性的错误呢 也可以做为什么 这种错误来去处理 是吧 比如说我写一个user 呃 user status 就用户服务的一个一个一个类 好吧 用户服务的一个类 好 我在这个类里面呢 我可能有一个方法叫做 嗯 叫做login 叫登录这个方法 是不是 是吧 那么登录方法里面呢 我可能有一个用户名 跟什么 跟一个密码 是吧 跟密码 ok 那么在这呢 我可能会抛出一个slows 一个my exception 是吧 抛出一个my exception 这样的一个方法 假如你传进来以后啊 我假设啊 我自己是可能是不确定了 是admin 等于 name的话 是吧 是吗 哎 我就可以给你提示 eco name 如果是不等于的话 对吧 嗯 那我就怎么办呀 这不用密码错误啊 对吧 用密码错误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利用异常的方式 来做这个逻辑啊 throw 另一个什么 这个my 一个 一个 exception 你看啊 my exception 然后这边 我就把它 定义出来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用户名 不正确 是吧 或者用户名呢 如果等于他 嗯 不等于他 是吗 不正确 可以吧 用户名不正确 这是一个逻辑条件的判断 好 然后呢 再判断一个 假如说是123 是吧 点eco 这个pass 是吗 pass 如果这边我也用不等于啊 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也用这个srow 另一个什么 my exception 这边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叫做密码 不正确 密码错误是吧 密码错误 这输入的密码错误 最后如果是 ok 我就直接给你设计tun 추 你看我这样一个逻辑的给编写 就利用了这个什么 利用了我们这个抛出 这个异常来解决了用名和密码不正确的问题 是吧 嗯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好下面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保存一下 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怎么去使用它呢 那可能我在这儿 我再写一个main方法的吧 打一个main 然后这边选择一下main 这边就能出来了 然后这边呢 再写一个静态方法 我就直接在这里面进行调用了 进行调用测试啊 这个login login 然后你就输入你的这个用户名 跟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密码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abc 这个123 是吧 123 好这边就会抛出这样一个异常了 抛出这样一个异常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这边就会报错 你就必须点这个错误 必须要 调用这个方法会返回一个值是吧 返回一个布尔值 返回一个布尔值 然后在这个布尔值里边 我们就可以去直接调用这个方法了 直接调用这个login这个方法 这边也是置物串啊 也置物串好的 然后呢 这边我再用它这个什么方法 应该你指下这个错误 它就会让你添加这个踹一句是吧 嗯 踹一句 OK你可以利用这个呢 你就可以做到 如果返回b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输出 sess out 输出这个b 对不对 如果是错误了 你看 我就可以 就说 你可以做你的事情了 就用户名密码不对是吧 这个叫 我就可以输出 叫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对不对 或者密码不正确 OK 我再试一下 看啊 运行一下这个利则 走 第一遍 是不是用户名密码不正确啊 对不对 用户名密码就输出了啊 就输出出来了 我就我利用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自定义这个异常来解决的一个判断用户名和密码不正确的这样一个 一个实例 实际上对它来说 它这个mix7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吗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是吧 它就是从语义上是吧 语义上来跟其他的异常来做了一个区别 是不是 做了一个区分 那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经常会自定义一些异常 自定义一些这个异常类啊 表示这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内部逻辑性的这个异常 对吧 逻辑性的异常可能会单独定义一个这样 exception这样类 就除了系统提供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OK 实际上呢 你要写的话很简单 就是继承一个exception就可以了 或者是exception的类类 对不对 都可以啊 都行 好 这是自定义异常啊 的一个写法 嗯 那么这边你看有这个class node form 这是类媒找到 是吧 data format 这个类型格式化错误对吧 run time 运行时的异常 这个是算术异常 下标越界 空子针 类型转换对吧 这些异常的可能都是比较常用的 都是要把它记住的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受检跟非受检是什么意思啊 受检呢 我们叫exception 就是定义方法时必须声明有可能抛出的exception 调用这个方法时必须捕获它 必须捕获它 叫check exception 不然呢就得把exception传递下去 从exception呢就 比如说像IO啊 stack call啊 像这些都属于exception是吧 像刚才我们自定义的那个my exception也是属于什么 叫受检异常 受检异常你就直接的区分就是啊 就是它是寄成exception的 非受检异常就是寄成long time exception 就从这儿来进行区分就行了 写法上呢也有区别 也有一定的区别 你看 我在调用的时候 我抛出这个异常看到没有 抛出my exception是吧 我就必须在这儿进行try处理 看到没有 必须有try的处理 看到没有 在这里吗 如果它是一个 你看 如果它是一个long time exception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long time exception 我告诉你 这边就不一定要用try了 你看 我就可以把它注视掉 就可以把它注视掉 就可以把它注视掉 是不是不会爆错 不会爆错吧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因为运行时寄常 它只有在运行的时候出现异常 它就直接捕获了 在编码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用try开持 这是long time exception的一个区别 跟这个exception的一个区别啊 就在写代码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们保存一下 这边也需要保存一下 是吧 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OK 计程类不一样 所以long time exception也是exception的指类 但是如果你这个类计程exception了 那你这个类也是运行时异常 是吧 运行时的一个异常 OK 定义方法时呢 非缩点异常 就不需要声明 抛出long time exception 那么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捕获这个long time exception long time exception就是从这个里面 或者是error类衍生出来 对吧 例如空子针啊 还有这个下标越界啊 都是属于long time exception 反正你就用的时候 你不需要try的 但是它确实抛出异常了 那这个异常肯定是什么 long time exception 是吧 肯定是这个运行时异常 OK 从这里面去区分它啊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个这个except关键字 这个是表示断延的意思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基本上是没啥用啊 没什么用 就当程序执行到某个固定的位置的时候 程序的某个变量啊 取直 肯定是预期的结果 那么这种操作呢 可以使用断延来完成 断延的操作就是断延 然后这个是 表达式 对吧 这样一个表达式 就是我断延 什么叫 什么叫断延啊 就是你 雕你这个方法一定返回什么值 我断定 它一定是这个结果 比如说你说我这个 这个这个十除以二 一定等于五 如果不等于五 那你就 那你就 你这个方法算错了 是这意思吧 你就算错了 就这个叫断延 好吧 叫asset 这个关键词啊 现在基本上也没啥用 最后一个是 Eclipse之 debug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 debug呢 我们叫做 调试吧 叫调试 是程序员编码过程中 找逻辑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重要的手段 实际说 Eclipse非常强大的地方 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调试功能 就是说你在很复杂的逻辑代码的时候 你要去找一个错误 你就光看肉眼 可能看不出来的 对吧 你必须得从这个 用它的调试工具 一句一句代码去执行 然后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知道吧 这叫debug 所以有人说这个程序员啊 就是 就是 程序员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不断的这个 找bug 解决bug 再找bug 再解决bug 是吧 就bug也是永远都找不完的 是不是 你等你找到完的时候 你可能就下岗了 是吧 你必须得不断的才去找这个bug 好 遇到的断点 我们看啊 站挂等候命令 这边断点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五个 五个 这个几个快捷键啊 几个快捷键 单步跳入 这是实际上对应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几个 几个你看啊 我给你调试一下 假如说 我要开始调试这句话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在这个边上双击一下 看到 出现一个蓝点是吧 蓝点 OK 我现在开始运行 运行的时候 我不是这个乱埃子了 而是这个哪个 第一把 是吧 第八个就是 调试运行 是吧 调试运行的意思 走 你看 这个时候 他会第一次 他会弹出一个框 表示要不要打开 这个调试的窗口 你肯定是要试 是吧 是 OK 你看他的窗口 这个变了 是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的 你看 调试的时候呢 他会一句一句的去执行 让你找到他里面的逻辑 知道吧 你看 这个是跳到下一个断点的意思 这是停止 是吧 这个是停止 对不对 暂停 对不对 停止 OK 这是 单步进入的意思 单步进入 这是单步跳出 这是单步通过 这是进入的意思 这是跳出的意思 这两个相反的 好 那比如说 我现在要看一看 login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对于这句代码来说 按F6 就是输出这句话 就是从这里开始往下走 是吧 如果要进去login方法里面看一下 那我就要按哪个 F5 看到没有 我就要点这个F5这个键了 点一下 实际上按键盘F5也是可以的 走 你看 是进到login方法里面来了 然后同时你可以 看到当前变量的值 你看 Nemo是等于什么 ABC 因为我参进来ABC对吧 然后Path呢 你可以点一下 可以123是吧 他只是123 你都可以观察到 当前的值是多少 甚至或者你在这个变量里面 也能看到对吧 当前运行的这个值 变量值 OK 那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一 ABC肯定跟他是不相等的 对呗 不相等的 那所以这个话 你看你就可以按F6 F6就往下走一步 往下走一步 你看 这个就 不相等就直接 执行他里面的 抛出异常的代码 看到没有 嗯 抛异常代码 好 然后你想出去的话 就直接 执行这个 F7就可以了 F7就是退到 调用login的那个位置 退出去 对吧 退出去 呦 退出去 那边就直接输出 用户名不正确了 对吧 嗯 哎 输出用户名不正确了 啊 就这样一个一个调试的过程 OK 所以大家呢 这个 嗯 调试方法应该是还是比较简单啊 但是刚一开始用的 你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习惯 是吧 有一些不太习惯 但没关系啊 你可以 经常用 用多了 就好了 啊 这个下一步 你看 下一步 你看他就抛出异常了 抛异常就跳到这个泪里边来了 对吧 这是你不认识的泪 这个没有关系 不认识累的时候 你就直接往下走就行了 或者说你退出去就行了 知道吧 退出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后面没有代码了 所以直接就输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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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错误 明白了吧 就这么几个键啊 这么几个键 那在这个程序太小 没办法调是吧 你找一个大点程序 然后呢 去调一下 就这么几个键的一个使用 嗯 F5 F6 F7 F8 是吧 SR呢 就执行到光标所在的这一行 所以这个是他提供这个 debug技术 就是你可以观察他每一个变量 他说 当天执行的一个值是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 是吧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观察他运行时的时候 他所代表的这个值是多少 是不是你预期的值是吧 预期的值你就可以观察到了 好吧 这个地方啊 所以大家呢 还希望大家多取 你看切换后呢 从这边可以切换啊 这边这个 这个点一个 如果这边没有 你就点这个窗口 在这边来选 就可以了啊 选 你看这有debug啊 这是debug窗口 是吧 你可以回来的话 点这个Java就可以了 OK 好你要去掉这个断点的话呢 也可以从这儿把它再双击一下 它就去掉了 如果你在很多类中有断点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debug里边的这个选项 叫blue part 在这边就列出当前所有的断点 你就把它给勾去掉就行了 是吧 勾去掉 那么它这边回来的就是没了 就变成一个白点 白点就表示没有的意思 明白吗 这是它的这个调试功能啊 用多了你会觉得它很好用的啊 还是非常好用的 OK 来这是一个lips的这个debug啊 调试这样一个功能 这一节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 比较简单 然后呢这个内容呢也是 大家掌握一下这个主要是这个try catch 然后还有这个slows 这五个关键字的一个用法 对吧 后面呢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会反复不断的去使用 那么你就掌握了这个 这个异常处理的这个方法了 这一两节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语法 对吧 语法掌握了 后面你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了 好吧 不是说这一节你必须把所有的都掌握掉 对吧 把所有这个异常处理 理解就可以 是要理解 然后后面我们会不断的 不断的去使用它 OK 好 那么这一节的这个内容啊 这个分为两部分啊 一个Exit Exit環境的一个使用 是吧 一个是异常处理啊 我就不详细给大家再说啊 前面我们说过的 好吧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 那我们直接课程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LMI 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节课不见不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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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